12月7日,杨子和肖战一段私底下亲密互动的视频在网上被传播开来,两人坐在沙发上有说有笑,杨子一度害羞地捂住了嘴巴,随后,肖战对杨子上演了一波摸头沙,十分宠溺,肖战还突然靠近杨子对话,两人的距离非常接近,近到几乎快要亲到脸颊,杨子也凑上前和肖战说话,不知道的人, 以为他们在生活中也是情侣呢?于是,疑似肖战方公司团队回应,强调一人是单身,称这是2020年星光大赏活动后的视频,平台组织了大聚会,现场还有很多艺人和工作人员,这个视频是刻意剪切掉了周围的在场人员,传递让大众误会的假象,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,这段视频又以这种形式流出,用意明显,希望大家不要上当,其实周围有没有人,有多少人, 根本不是大家关心的事情,我们只要知道这么亲密的举动,确实是肖战和杨子主动做出来的,而不是错位,这就足够了,当然话又说回来,这都是两年前的视频了,如果肖战和杨子,从那时候就互生情愫的话,那么,也早该被拍到蛛丝马迹了, 狗仔队经常跟拍杨子,发布其私下里聚会的画面,都没有拍到他和肖战同框,说明两人确实只是好朋友吧,杨子和肖战合作的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,在2022年3月播出,但其实早在2019年8月就已经开拍, 在此之前,两人只有一面之缘,完全不认识对方,见面时,互相称呼彼此为老师,十分客气,而2020年,在星光大赏结束后重聚的时候,两人对彼此都非常熟悉,肖战是偶像出身,如今成为一名演员, 但是依然不敢谈恋爱,更多地专注于个人事业,而杨子一直单身的原因,应该是没有遇到有缘人,从此前公开和秦俊杰的恋情不难看出,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,如果未来二人能在一起,想必,大部分网友也都会送上祝福